嗨大家 嗨 我們今天要來挑戰一個四樣東西一起吃的 很久沒有這樣子吃這種系列了 超級久 欸我們自從上次那個滷肉飯碗還是什麼 就知道就沒有在挑戰這種一天吃四個一樣的 很像是喔 我們今天也是要來回覆那個觀眾要求的影片 我們要來喝四杯綠豆沙 對 他其實很久很久以前就會告訴我們 啊我們頭髮左邊這樣 對他已經留言超久了 對 我們一直都沒有去拍因為中間太多東西了 對他是用手剝的時候講 對對對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是要去吃台中四家 滿有名那個評分很高的綠豆沙 其實我們本身沒有在喝綠豆沙 不過因為他的這個小小的敲碗 那我們想說欸好啊我們很久沒喝了 反正我們本來就沒有在喝 那順便來探索一下有沒有好喝的綠豆沙 以後可以當作自己的名單 對來回味一下 對好直接出發不要說太多了 第一家呢他就是有蒸綠豆沙牛奶 對 跟你們說這家店呢非常之有名欸 聽說人家一定要來買 就是來台中玩的話一定會來買 而且呢我看的那個網路上面是說 他們來都會排隊 也沒有等太久大概五分鐘啦 所以我就覺得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如果大肉店的人還在那裡排隊 真的是會那個欸會覺得有點煩 會壓起來嗎 會很不耐煩 但是這樣子沒有讓我們等太久我覺得還不錯 他的位置呢在北屯路跟湯圓路的交叉口 跟你們說一個非常良心的建議 千萬不要開車來 對 因為真的是停到發瘋 哈哈哈哈 這邊的路口紅綠燈久 然後位置又難停 對 因為我們騎機車來就已經稍微不好停了 他的那個綠豆沙牛奶超級無敵 因為我剛剛看到他在那邊打好幾下 他是先裝了再打 是因為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喔是嗎 不是那只是讓他裡面裝滿 讓他變扎實 不是因為打的 喔我以為是讓他密度變小 就喝起來很綿的 不是應該是因為 他那個攪拌的時間 你說這樣弄喔 很像熬煮的那種 我之前飲料店是用果汁機打的 然後你打越久越綿 我那時候是這樣 但是十年前 我不知道現在科技有沒有進步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超級綿 綿到跟我印象中的綠豆沙牛奶好像不太一樣 跟你打的誰比較好喝 嗯 我覺得是我打的 你看我就知道 因為我喜歡顆粒的 但是他這個是完全綿的 已經變成有點像在喝綿綿冰 其實我是喜歡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一樣有分幾個標準要給大家評測 因為我們怕說以我們主觀的東西 你們會不知道怎麼去定論它 對啊我們也會不太知道怎麼講 對因為綠豆沙其實說真的是大同小 因為我們只能從他的那個綿密度 對 還有CP值 跟他的 什麼 綿密度CP值還有我們個人的口味 對對對 個人的燭光一定要的啦 對對對 那我覺得呢 這件的綿密度是我喜歡的 我可能給個四分吧 因為我怕後面會有更好喝的 嗯嗯 所以我們就是以這個為基準 對 以第一家為基準 對對對 那我給四分原因是因為他真的很綿密 嗯 但是不是因為我喜歡他所以是四分 如果是很顆粒的話就是一分 喔喔喔喔喔 對 所以你喜歡顆粒的對你來說一分是最好的 對 人家會很難理解 我會把 綿密度就是四分啊 好綿密度的部分 對對對 那CP值的部分呢 會為了花生的再來一次 因為我們本身都會在大雅出沒 但叫我從大雅來這裡買 我可能就不會來了 所以這個不太準 好 那最後一個呢就是我們很主觀的想法了 嗯 我自己本身喜歡鬆軟的 嗯 然後奶味跟綠豆味要很重 喔喔喔 嗯 我就蠻喜歡這家的 其實他的口感來說 對我來說是那種綿密度有到 嗯 然後牛奶的味道也出來了 嗯 我就覺得還蠻棒的 嗯 我自己給三分好了 這麼低喔 哈哈哈 因為還沒有比較過其他的 因為上次喝 畢竟就是我自己做的嘛 對啊 所以就是先給他一般的分數 然後像後面的再去做夾減 那這樣第一家很衰欸 呵呵 沒有辦法 不會啦 哈哈 對了想要跟大家說一下喔 因為 這家如果你來 你要用自己的環保杯的話 你要用冰霸杯 冰霸杯的那種杯口 它比較好扣進去 對 我們平常用的那種環保杯 他說杯口太小了 它沒有辦法到 嗯 就是我沒有辦法用環保杯啦 對對對 再來呢是我們的第二間 第二間呢 它叫做草根風味 這家在東海是特別特別有名喔 就是我朋友去東海 還會指定說要買這邊的綠豆沙 而且呢 它在義中跟逢甲都開了分店 那我們是以 我們價比較近 所以就來逢甲買 不過我猜味道是差不多的啦 嗯 因為我印象中它的奶味比較重 我之前有喝過東海的 所以它在我心目中是還蠻好的 當時啦 不到現在 好 你喝起來是怎樣 我覺得這家喝起來其實跟上一家味道差不多 它的奶味很像真的也稍微再重一點點 然後我剛剛攪的時候 也比較難攪算 因為它可能牛奶成分比較多吧 那它的綿密度啊 還有好喝的程度 我是覺得大同小的 喔跟上一家差不多嗎 對不過那個價錢的話就差蠻多 因為它有分成奶粉還有奶 牛奶的 先來的還是買一點點 先來的好了 先來的 牛奶的話這樣要48塊 而且是小米 48塊是因為我們用環保杯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50元 其實它的綿密度呢 跟我覺得CP值還是什麼的都跟上一家差不多 對 但是 就是差在它比較貴 對 然後你還有說它的牛奶比較多啊 牛奶味的比較重啦 喜歡喝奶味比較重的可以來這裡買 但是其他的話就差不多 不過它的內容區很明亮 它的位置在文華路跟西圖路的交叉口 明論蛋餅對面 好 那你這樣子喝下來 你覺得它的綿密度你給幾分 綿密度喔 嗯 我覺得它的綿密度跟上一家差不多 對我也是 所以上一家給4分 我這家也給4分 對我也是給4分 不過CP值第二個嘛 對 我覺得 有點低 哈哈 因為它比較貴 對啊對啊 但是我自己又很喜歡買那個牛奶味比較重的 所以它 有點加分 又有點扣分 所以跟剛剛又是一樣的 我剛剛好像給4分 有缺點有優點 嗯 所以就不加也不扣 我應該是3分吧 我覺得有點貴啦 因為 一樣的錢的話 我還是會想要點 比較便宜的再加 那再來就是我們自己的感覺了 對自己的感覺了 我剛剛上一家也這樣給3分 嗯 那你咧 說真的我來楓甲我也不會來買綠豆沙 而且它一杯50塊我可以去旁邊買那個果汁來喝啊 那我給它的分數是3分 嗯 跟上一家差不多 因為它其實喝起來就差不多味道 對 只是它的牛奶味道重一點點 對 但是雖然它的牛奶味道重一點點 不足以透彈的分數啦 所以就測評 測評 測評 好 那我們一樣下一家 好 你們知道楓甲大學前面有一條便當街嗎 嗯 它在便當街跟那個 蔥油餅的旁邊而已 嗯 我覺得這邊它喝起來一樣 很綿 嗯 很像我們有遇到那種 真的超級顆粒的綠豆沙 你今天是不是就是在尋找那個綠豆沙 對 我找不到耶 我乍核之下喔 我最喜歡這家耶目前 真的假的 嗯 綠豆味很夠 嗯 但是你不是喜歡奶味多嗎 它奶味也很多啊 這家目前是最好喝的喔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啦 嗯 我這樣子喝起來的感覺呢 就是它是一個綠豆味很重的一款 綠豆沙牛奶 其實跟第一家第二家一樣 都是差不多的滑速度啦 嗯 沒有什麼特別綿還是哪一家特別有顆的 對啊好像目前三家的口感都差不多 因為他們光是這樣乍看之下 都是看不到那個綠豆沙的皮 嗯 而且好像每一家都會拿下來打 嗯 我們怎麼那麼亮 不會吧 不會嗎 你們會覺得我們太亮嗎 不會 稍微調一下 好 那首先綿密度你覺得的咧 我覺得也是更差不多 對 就四分吧 對一樣四分 沒有特別好也沒有特別不好 就跟第一家都差不多 目前三家喝起來都一樣耶 這樣大家都差不多我品質都一樣 對啊 嗯 好然後第二家是 要不要跟我拿 好 手超酸的 嘿嘿嘿 好 第二個是那個CP值 嗯 CP值五分 爆爆 因為我們第一家是四分 對 它要比第一家再便宜然後又好喝 所以我覺得五分吧 對 這個是我可能會回覆的一家喔 對啊 因為它只要35塊太便宜啊 嗯 可能我會為了綠豆沙來這邊買 但是我逛紅角一樣不會辣 紅角太多更好喝的 對 真的 嗯 那最後一個就是美味的程度 美味的程度 我剛剛一開始就說了 它比前面兩家都好喝 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嗯嗯嗯 四分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綠豆味也比較多 剛剛那種的話感覺都是一種甜甜的飲料 但是我喝不出來有一種綠豆的感覺 嗯 但是這個的話是有喝到它的綠豆味道 是喔 你喝那麼細喔 哈哈哈哈 我是門外汗耶 因為我覺得它的綠豆沙 真的有沙子的味道 沙子 沙沙的口感啊 喔喔喔 然後又有牛奶的味道 它不會說哪個比較多哪個比較少 今天是一個很均勻的飲料 房間比例 應該是吧 大家我們來到最後一間 耶 最後一間呢位於豐原廟東的隔壁 嗯 它在電影院的旁邊 所以如果要來的話 感覺它的路標是蠻明顯的 對 然後呢在喝之前呢 我必須要先跟大家推薦一件事情 就是呢 這家呢我們拿環保杯去 它居然把它裝滿 我剛才問說老闆 為什麼我的那麼多 對 他就說喔 我們一律是拿環保杯來就是裝滿就對了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很好耶 對很佛心耶 有帶旅行這種環保的概念 我前幾家拿這個杯子的時候 大部分的店員到最後都是 覺得很麻煩 對是真的還蠻麻煩的吧 因為他要把它扣過去 然後還要扣扣扣之類的 對 反而就是他們的作業流程會變得比較複雜 但是因為第一家 他就說他不方便 那就沒關係 他直接拒絕了 對對對 然後第二三家的話 就是 出離了一陣子 對然後但是這家呢 他就說沒關係 我就全部幫你裝滿 對 然後我等一下再幫你擦一下杯圓 對 他就幫我用 用石子巾再擦一次 對啊真的很貼心耶 然後我們小野客人也是拿環保杯 對 大家感覺很像要旅行這種環保的概念 就感覺這家店是那種環保人是很像很常來 因為大家都是很像知道門路的感覺對不對 很棒耶 我總覺得這個其實 那種牛奶味比較沒那麼重 但是我看到他先加了很多牛奶 之後才加我們的綠豆沙耶 我知道我知道 還是因為我們的太大杯了 不知道 就是感覺這個很像沒有牛奶味 嗯 但它的顆粒是比較大一點 對 對 對 你應該會比較喜歡這種 我們前幾家都是比較綿 但這家的話就是有點顆粒了 終於喝到一杯有顆粒了 我比較喜歡這家 因為它的奶味不會那麼重 然後是比較沙的口感 跟那種入口即化的綿不太一樣 對 那一樣要給這家評分 好 綿密度的話你給幾分 因為它不是那麼綿 對 我覺得三分吧 我覺得兩分 它還差我心目中的再差一點點 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分數的高低 不代表它的好不好額 是因為我們是拿那個上下值 對 給兩分給三分 是因為它比較接近顆粒 對 不是不好喝 那第二個是什麼 4P值 4P值我覺得很棒啊 就是環保杯 5分 對5分 環保杯裝滿這種概念 真的很推廣 對 我覺得個人口感就有點像剛剛我們說的 我是比較喜歡第三家 因為我喜歡綿的啊 那Ryu是喜歡顆粒的 所以他一定喜歡這家的 4分 對啊 我也是三分左右啦 OK 我的最強還是第三家 哈哈哈哈 因為它比較便宜 然後口感跟那個 整個平衡我比較喜歡 直接愛上第三家這樣 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總結囉 好啊 總結一下好了 那我們第一家呢 我們是去太原路喝的那家 對 太原路那家的話 我會想要回訪 我想要喝它的花生系列 其他口味就對了 其他口味吸引到你了 綠豆真的還好 那下一家呢 是那個豐甲的 那那家的話我覺得 有點名氣大於口味了 因為它太有名了 會讓我整個希望很高 但是它其實一般的評價都喝得到 嗯 那它一杯的話要50塊 對 我就覺得應該是還好 而且都在逢甲的話 我真的會去第三家賣 那第三家的話我覺得 價錢我可以接受 口味的話又比其他兩家再好 所以它一定是今天第一名 我心目中的啦 對第三家是你只塞太高了 對啊 小杯的這樣子只要35塊 對啊而且蠻好喝的啊 對啊好喝的 第四家就是 店員態度非常好 對 然後又很環保的一家店 光是這一家 它就可以把你的東西裝滿 然後又提升環保 我就覺得大家必須要支持 像原本是從小小的攤子 慢慢長大慢慢長大 是喔 我以前不記得我這家 不然它突然跑出來的 對對對 所以呢也要推薦一下這家 好讚讚 那大家看完影片可以自己去挑選 你們覺得自己可能適合的 那我們就沒有再強調說 哪一家比較好喝值得去了 哈哈哈哈 對 因為我們實在對這個有點外行 對 有點說不太出來 沒錯 不過我最愛的是第三家 你們可能不一定啦 就只能這樣講 嗯 好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後天見了 我們大家一起講掰掰吧 掰掰 掰掰